每个人每天都问为什么那么喜悦呢 要不然呢 世界上这一切真的与我无关 但是又与我息息相关 它不影响我做当下的事情 但是它真的不会刺激和影响到我 这是修行过以后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讲若无闲事挂心头 没有什么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无论阴天下雨冬天夏天都一样 你心情不被那么多物所付 不被自己的心念所控制 不被那些负能量所缠绕 就是这样的状态 你就是每天轻轻的淡淡的 每天忙而不乱